欢迎大家 这里的下雨 无论你们的那些什么感觉 我们这里下雨下得好猛啊 我们最后开始的祷告 各位同学 我们在天上的时候 看过我们上面这个诗词课 想对同学们 中文的学习 对他们的想象力 有切实的帮助 让我老师说话 口词清楚 语速不要太快 你快的时候 同学们也跟不上 听课听得很累 说求求带领和康复 打包风又是极个明确 最近你们家上有没有下雨 下了 下了 我们不但没下雨 反而还都是大太阳呢 你知道我们这里下雨 像是什么样子 它不是一点点的雨 它是清很大的 有一些街道 如果修得不好 这道光水 然后我的两双鞋子 全部给打湿了 昨天把它吹干的 水太多了 胶袭里头都是 我买的都是比这 稍微可以的鞋子 全部给打湿了 然后小朋友 也不能够出去 只能够在下面那个 楼下物质里头 转来转去 当时我在帮家 没办法我也帮走 帮到那里住不下来 原来在深圳住的房子 住不下来了 就帮到了惠州这里 把网线给加好了 那个雨下的真的是 那当然也感谢什么名气 帮家的那几个小时 天空没有下来 我们有些货还是装货 这个雨我们中国人 跟这个雨特别有感情 感情很复杂 不能够说简单的爱 恨 为什么呢 过好日子叫什么呢 风调雨顺 过坏日子呢 怎么呢 就是汉牢 汉牢成灾 汉就缺水 牢呢 雨水太多了 太多了也不行 太少了也不行 太多了呢 太多了也就是汉灾 所以这个雨水 对我们中国人 当然也在世界上 各个民族 都是一个呢 这么复杂的感情 所以在诗词里 人们呢 都表达了 雨水的这个 很多的感情 比如说中国唐寺里头 如果在雨水太多了 有水太多了也就是 就是淫雨 淫雨飞飞 雨水太少了 叫毛毛雨 这个人呢 太详细了 就别点毛毛雨 这个 这个人很有钱 有钱呢 叫什么呢 叫青 拖铁富贵啊 像什么池鱼们 给大家打一下 我们中 在汉语里头 就是呢 坡 什么叫坡天富贵啊 坡天的 就给你的富贵 就像青梦大雨一样的下过来 叫坡天的富贵 那么很小气的 我这个人很小气的 就给点叫什么呢 毛毛雨 太小气了 那就给点毛毛雨 三变圣经三变血啊 叫很多的福气呢 就是什么呢 清富 清倒啊 覆盖 清富给你啊 清富给你啊 就是很多的 富贵就是水呢 往你身上泼样的 水你身上泼样的 很多你可气啊 那今天呢 我们学习王国忠的 那我们先读书呢 先读人 读书先读人 王国忠 看那个人吗 王国忠 是北京人 胡商人 是福建人 生于1956年 跟你爷爷差不多啊 跟你爷爷或者奶奶差不多 嗯 6月啊 是人家活着 但是人家寿命的 只有59岁啊 啊 然后纪兰大学 中文系毕业在广州读书 纪兰大学 大家知道纪兰大学在哪里 在广州啊 1984年呢 写了第一首诗啊 我微笑走向生活啊 然后呢 他在 业余时间啊 一直呢 在写诗啊 他的诗啊 是我很喜欢啊 我年少的时候很喜欢 那个时候呢 我们十五六岁啊 你说十五六岁的时候 怎样 我又不信也所不认识神啊 就不知道怎样走人生的道路 就是读几个人的诗啊 我们拿到年代 你问你爸爸妈妈 也没有 那个时候流行的杂志呢 他在辽宁青年 中国青年 还有女友 指引这些杂志啊 这杂志上面呢 都会来刊登的 王国珍的诗啊 王国珍啊 谢慕隆啊 三毛啊 还有后来的王硕啊 是我们那个年代啊 喜欢的作家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了王国珍 对我的年轻人 影响很大 跟了很多积极的帮助啊 王国珍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他59岁就过世了 他是个共产党员啊 是个无神弄者 他是那个年代啊 是邓小平啊 这个改革开放影响的一代啊 不是那种纯测的政治狂热分子 像现在的这些毛 毛主分子 王国珍有点的区别啊 是党类比较右的 比较右的 毛主那些比较偏主的 这幅画是他画的 看来吗 这是一只小鸟 这一只小鸟在看太阳 他画的画 这个人呢 除了会写诗以外呢 看来毛笔自己行的吗 书法行的 然后呢 他画的古画来看就不错 对吗 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这是王国珍的画和书啊 一代人的回忆 为什么是一代人呢 是我们这一代人 我不知道你爸爸妈妈什么年龄啊 我是70后的人啊 80后的人 我估计应该不 比较少啊 因为80后长大的时候 20岁了 王国珍呢 还有部分人可能会知道 85前的人可能会知道 如果喜欢文学的人的话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文学的人 那王国珍就不太了解了 后面的流行什么文学作品 不知道了 还是什么 不知道了解了 我们这一代人呢 是很喜欢王国珍 你看他的国画 这是菊花 这个是牡丹呢 是什么花 他们明白啊 然后他的书法 你来清婚就来 这是他写的 王国珍写的 你来写成 我原想横起 一处浪法 你去给了我整个海洋 这王国珍写的是 他自己来写成毛笔字了啊 我个人呢 不是喜欢不是很喜欢这种字体啊 但是承认他 写得蛮不错的啊 写得蛮不错的 这种草书体啊 这种行草体啊 这是他的画的画 就是一个工笔画 就是这个是画的工笔画 我一下子装饰 我们玩过中文 那个地下书可能 可是印的这比较廉价的 那个时候五毛钱一本啊 或者是两块钱三块钱一本的书啊 我们买过来 我老师的青春年华呢 就喜欢读王国珍 其实喜欢读王国珍的诗 一百人的回忆 现在想起来也是美好的东西 所以给大家推荐 凡是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会推荐给大家 他们读一下诗啊 这是他旅游的过程 旅行的过程 写的什么诗啊 与王国珍 下雨了 大地溅起了一片黄露 山谷是太浅的酒鬼 存不下黄露会成的河 尽管我们知道 这并不是春天 但我们还是痴迷 为了这轻盈的检设 然后讲一个关于大山的故事吧 还有冲光阵的蝴蝶 和秋色额类的野果吧 郭同学 这首诗哪几个字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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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几个字的含义你不是很明白吗 都认识 都认识很好读 还有吗 我也都认识 我也都认识 等一下等一下 哪个字不明白意思 我老师给你解释 就是那个清明 他认识的那个节日 还是认识的 那问题很好 风景很清明 清明这不是写节日 李智涵 麻烦你那里安静一下 麻烦你那里安静一下 老师刚刚吃过饭了 后来的磕 这个清明的 不是清明节的清明 清明节属于春天 这是清明的清澈透明的意思 是清澈透明的意思 清澈透明 大家想看 这首诗我谈谈我为什么喜欢 因为意思很容易明白 它就像中国的口语 汪国忠这个诗人的 在他那个年代 就是他写诗的年代 中国流行门容诗 就是我们很多中国文学来受西方的文学影响 受西方的什么文学 你家还说 就是那个吃迷是什么意思 吃迷就是吃心的喜欢 吃心和着迷的意思 吃吃的就是傻傻的喜欢 吃迷就是傻傻的喜欢的意思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汪国忠呢 其实呢 在那个年代 受到了很多提提 因为中国文学的 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化比较自由开放的年代 我们受西方的文学影响 那么西方的什么文学呢 那些现代主义 法国的博德莱俄 美国的 美国的布什惠特曼 是美国的那个什么 金斯堡 俄国的叶赛尼 还有德国法国的那个 哭 发 就是 文学名字了 也是卡住了 受这些人的影响 那国内写的诗呢 就是黑夜给我黑色的眼镜 我去那写是光明 这是个门弄诗 不要像和一口像像酸素一样 可以站在一起 你有你的强壮的身去躯干 我也有红色的花朵 这是门弄诗 也就是看了我不相信 那附近的天空什么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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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北岛写的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我只想做一个人 那种猴叫的 那种猴叫像那个 美国金斯堡的诗 那个猴叫的诗 八十年代中国流行的诗 这种诗 那温国中呢 写的诗给他们一样 温国中写的诗是中国传统 那怎么很温馨的 很简单的 语言呢 语言也是武士新文化运动的 很通俗一等 那是口语化的文字 大众人都喜欢了 青少年学生都喜欢温国中的 我也比较喜欢温国中的 这是温国中的写作的那个时代背景 那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喜欢出去旅行 这个不知道他们旅行到哪个地方 就是下起了雨 在玩的过程中 我不知道大家在旅游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过下雨的天气 你们旅游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过下雨的天气 遇到过 遇到过一次 李游安你想想 李游安你说说 下雨天 旅游的感觉 很糟糕 因为那个天气很冷 然后到处都是水 还就打着伞 没法看 景色也不是很好看 然后整个就是一个很湿 我感觉没那么好 亲爱的同学 原来你旅游的过程中 也没遇到过下雨的天气 有什么感受 有 遇到过一次 感觉呢 非常不好 我那一次还算不错 因为我们已经差不多看完了 然后雨突然下起来了 我们拼命往车上跑 我觉得 我觉得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玩 现在想一想 其实还是不太舒服的 是 后来我 我这几年没有遇到过 老师 感恩你说 我下雨的感觉是 我下雨的感觉是 我觉得非常好玩 就 我 我最喜欢 我想 最想干的事情就是 冬川上雨去 去台小水坑 那种感觉真很好玩 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人 每个人 那我们这两年呢 没有出去很远的地方 出去 因为家里孩子多嘛 我们只是在深圳的公园里头 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下雨 当下雨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个雨伞 或者是 有一次我在那个公园里 躲雨 叫你也跟我伸闪过来 没有太多的故事了 我真正让我比较难以忘怀的事情 是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 我们班上的同学 我们学学的老师 组织我们去 我们家乡的一个叫 碧云峰上面去 那山蓝很高 下雨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 走人山蓝纯满了 出现在这句话 下雨的时候 也特别的感受 所以说什么 山蓝 把这个大象 山蓝 玥南 ~~ 麻 而感觉真的是 很快下雨的时候 你感到山里的准就特别大 那山蓝特别大 很凉快 就是大热铁 两块 然后呢 这山上雨呢 然后这个山上呢就是什么呢 网络呢 仙气 那野武嘛 山上欢迎下雨野武嘛 然后我们是山上呢 就老师就催我们 哎呦赶紧下去下去 下去了 我们参加那个时候是五月份 五月份的那时候 我们家上那种杜鹃花开放的时候 我们就采了一个杜鹃花 往山上往山下跑 那走着走着 走着着雨就下来了 雨下越大 雨下越大 然后我们跑到一个同学家里 同学他们家呢就住在那个山底下 他爸爸是个老师 他们家呢也不是太富有 就跟他考了我们很多同学 那大家肚子很饿了 马上山上跑不下来 那么他爸爸也看到 那女儿的同学过来了啊 那就倒了很多的红薯啊 然后呢 他做饭可能就很费力啊 这么多人请他 在咱们家吃饭也很费劲 大家每个人让我吃了两个红薯 哎呦我们特别开心 我近在哪里记得 但是呢 山路上面往下跑到个雨里走 那个时候经历也好 其实没什么负担 今天呢你要这么干什么 带着老婆啊 带着小孩啊 淋了雨 担心他们生病嘛 就不会再干这种事情了 一个人呢 就是雨水出去旅行的啊 他往往就是说看雨的生活情况啊 如果你是托儿带雨的啊 托家带口的 那么出去旅行呢 就别人容易 因为你要照顾别人 他说如果单身啊 一个人 而且很好玩 那真的是很好玩 我不会选择下雨 或者冒着个险 我们都特别看天气预报啊 像我们现在去旅行的啊 别少了 别少了 我们的深圳的那个什么 什么海湾公园啊 或者说什么 五十玩过去啊 我们提前带着吃的打脑包啊 然后坐地铁啊 过去下车就很简单 或者说打一辆什么车啊 就没有这种 贸雨的事情了 因为贸雨的小孩子生病了 我们做父母就糟糕了 所以没有这种情况了 汪郭忠良我估计他是一个人 一个人 他说下雨了 大地溅起来 你去滑了 什么意思 他很开心嘛 下雨了 大地溅 这黄罗是指什么 是指了这雨水花啊 打在地面上面的 嗯 煎起来的 我们老家不用黄罗这丁拱撞 就是好像敲你两个 就敲什么样的啊 就敲你两个丁啊 你的手指会敲你两下样的啊 老师 每个人都 哎 夏雨晨 你不是说这汪郭忠是一个人吗 但为什么他那里说 但我们还是痴迷 为了这痴迷吗 他是一些朋友 不是他一家人 是他的朋友 而是他的同事 不是他的俄语道 汪郭忠公布达地有没有俄语道 有没有结婚 我不知道 我没找到个资料 据说他最少结婚也是三十五岁要再结婚 下雨了 大地溅起了一片荒落 荒落是比喻什么 那个雨地打在地上 雨下得很大 打在地上呢 他会坚起来 再坚起来 再开心的人以为了这是一种荒落 怎样怎样 忙碌的人看来呢 这是一种处罚 我们老家比喻一种叮咕炮 就是那个手指头来敲打你那样的 敲打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上的浪运 要往往在这下大雨的时候 往往在收个庄稼 或者在晒稻谷 你突然下这么大的雨 他忙着要收拾荷苗 要收拾稻谷 运到家里去 甚至家里面外面还两本衣服 外婆或者是老老家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什么有了轰杆机的 我现在也没有轰杆机 是挂在那阳台上面的 那么我妈妈他们下雨天 我们把衣服晒在外面 那雨下怎么样呢 赶紧把它收回来 手忙脚乱的 所以下雨的时候 往往是在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处罚 我不会说大地也建起了一片荒落 我们只要大地下起了叮咕炮 来轰炸这些的 来把这些的搞得了手忙脚乱的 那如果下的雨 这是我们土地上面所需要的 哎呀 麦子 也需要水 我们都和苗了 我们就会怎么说呢 春雨 未如油 春如 还有呢 陶雨之时机 当同乃发生 谁分钱入业 入物细无声 那这是怎么了 我们是农民 还需要什么呢 所以雨水呢 直入武装架 这些玩乐的人呢 就是下雨了 大地建起了一片荒落 这是他们的呢 荒落 山谷是太浅的酒杯 山谷是什么呢 顺便他们去旅游的地方呢 不是怎么样呢 不是那种很高大的山 就是小山啊 山谷是太浅的酒杯 怎么样呢 沉不下荒落 汇城的湖啊 这些小溪呢 也变成了湖了啊 在流啊 这是他们感到 这是描写 他们感到很开心啊 山谷 比喻为了酒杯 然后呢 沉不下 荒落汇城的湖 这雨水呢 是荒落的 他们很开心 玩得很开心 玩得很开心 往往是人的关系 但是我们一般人 所谓开心啊 并不是吃了什么东西 今天我吃了一只鸡 或者这里吃了一个什么蛋糕 你可能会开心的 最重要的开心呢 是享受一种关系 不管是基督徒 还是飞机的土 他的荒落呢 都是来自于关系 尽管我们知道 这并不是春天 但我们还是痴迷 为了这清明的景色 痴迷呢 是什么 就是沙沙的习 沙沙的习光 这个清澈透明的景色 这大自然的风光 实在让人呢 赏鲜悦莫 让人感到很痴迷 沙沙的喜欢 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东西呢 也没有太多的理由 也不是讲很多的道理 才证明我们喜欢 就是喜欢 好玩啊 喜欢在山上玩 那喜欢呢 到处来走动 锻炼了身体 吃了好东西 朋友之间在一起 我们也结婚 尤其我们也结婚的时候 我怎么邀请朋友 昨天前天晚上 我还在跟朋友聊天 我说咱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为什么没有见面呢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别的原因 家里孩子多啊 事情忙碌啊 就没有找你们去玩了 以前我们 到了星期六 星期天我们就到了 深圳的莲花山 还有什么 深圳大蓝山 小蓝山 这些地方 大家一起去玩 顺便每个人听着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馒头啊 有些人带着什么蛋糕啊 饮料啊 什么什么 带着吃啊 大家聊 聊海阔天空的啊 聊聊故事啊 聊聊理想啊 后面一讲 然后我讲一个关于大蓝山的故事 大蓝山的故事吧 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三种里头 有什么传说啊 有什么民间的 民间的掌控啊 历史的传说 有很多很多的啊 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惠州 惠州旁边有一座山 有一座山叫什么山呢 叫罗浮山 罗浮山有什么故事的 罗浮山主要是道教 山 南方道教道教图 当然这不重要 最重要的呢 还有个什么山呢 苏东坡啊 苏东坡来这里呢 以前的被扁 被扁到广东啊 他这里头呢 写了一首诗啊 叫罗浮山下四十寸啊 这罗浮山呢 一年四季呢 都是春天啊 罗浮山下四十寸 卢干立志 卢干 卢干 姚美 吃底心 这卢干呢 就是什么 琵琶啊 琵琶熟了以后呢 吃掉了以后呢 第二呢 姚美可以吃 姚美吃了以后呢 有别的东西可以吃 就是姚美 如干 姚美 吃底心 日当 栗子三百可 不吃 常做 灵来人 我每天呢 只要吃栗子 吃三百可 夸张了 我是吃不了三百可 我 我吃十可 八十可 我就已经够累了 三百可 三十可 是不是因为他写这首诗 炫耀说他能吃力 之后来他又被贬 是 详细到前后 我还没把它管理起来 我就给你讲这个大山的故事 苏东坡在这里的 这个罗浮山呢 就是今天的广东 这个旅游景点 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大概离我们 有二十多里路 二十来公里 打个车要三十块钱 打车二十二十块钱 就是这山上呢 就是 他说日大利子三百可 不此常作灵来人 曾经罗浮山呢 这个苏东坡有个纪念馆 我们楼下呢 有一条路叫东坡路 你就这些故事啊 就是你在旅游的时候呢 当然他给你讲一讲 这些故事啊 讲讲这些故事 那么你比较比较开心一点 还有春光里的蝴蝶 我们有一次去云南 云南呢 当时是海外笑语 就是我们去云南呢 不知道开个什么会啊 有点关于写作的啊 写作的那样 我云南的 我们云南的这些姐妹呢 接待我们 跟我们讲云南的蝴蝶啊 你知道中国全世界蝴蝶 在多的地方在哪里吗 全世界蝴蝶在多的地方 品类 在中国的云南 云南呢 一年四季来都是纯体 不冷的 不热啊 那些东西呢 食物特别丰富啊 原来呢 有波桥的米线 吃 还有 还是刷那刷那的东西 我不记得了啊 我在吃本讲究 然后我在历江呢 去看那些啊 玉兰山啊 雪峰啊 看了那个啊 独人族的跳舞 还有那个什么东西啊 那个那个什么 卢浮族的那些啊 女权社会那种就是母系社会 不叫母系社会 叫做反正啊 善又善母系社 卢浮族 也不使了 不使我们就讲 比如他说女人当家啊 男人当家 但是呢 按女的呢不出嫁 那个老公呢 还是待在他原来的家里边 隔上岔五个 当女人这里优惠啊 看到罗浮族的那个 来云南那些当地的人啊 那些土住的人啊 他们呢最有钱的人呢 在家上面挂几个牛途啊 一个牛途呢 表示多有钱 两个牛途呢 表示啊 还有他们写的那些文字 这种的文字呢 是结神祭死啊 就是他没有文字嘛 你寄了我十个鸡蛋 为什么呢 给他绳子把它绑起来 就是呢 你寄了我十个鸡蛋 或者你寄了我十只鸡 也还给我 有很多的故事 有蝴蝶 有当地的风景 他们跟我讲的 我们呢 还有秋色里的野果 当地的 你要吃水果啊 你不要吃了 什么大铺里的水果 这是什么呢 当地的 然后呢 应急水果 那我记得 我有一次去青岛啊 青岛的时候 一个姐妹 他们青岛不烟台 不是尝苹果吗 她把当地的苹果给我吃了 再她擦一下啊 真的不是很大啊 但是很甜 我们还三喜 我在三喜的时候 三喜的弟弟姐妹呢 还有当地的这个 他们这个苹果来洗 丑丑的 那苹果丑丑的 小小的 看上去也不是很漂亮 但是你把它洗干净吃啊 比这个外面买的大苹果 好吃多了 不好看 但实在是真的好吃 挺到行李去了 你知道吗 你觉得现在啊 基本上现在不会了 觉得是纯亭 去年秋天 我回我湖南的家乡 沙克你知道那个板栗啊 但是你吃新鲜的板栗 你吃过 那树上掉下来的 是新鲜的板栗 你吃过吗 我估计你没吃过 树上就是说 板栗熟了嘛 他们在树上去摇啊 一摇的时候 板栗就会掉下来 很好吃 我昨天我 我就去山南栗 我在那个山南栗 山南栗的那个芒果 芒果掉下来 我去捡了一个 很好 但我还没有吃饭的桌子里 也就是说在这大自然里头 你出去旅渡啊 一般情况下 我呢 比较喜欢去那些 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或者人少去的地方 你就可以来感受到 王国忠者这种 石子里头下来 大地建起了一片黄楼 山谷是太浅的酒杯 承不下黄楼会成的湖 尽管我们知道这并不是春天 但我们还是痴迷 为了这清零的景色 然后讲一个大山的故事吧 关于大山的故事 还有春光里的蝴蝶和秋石里的野果 这时代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描写的背景 下雨的背景 下雨 在哪个地方 下雨呢 我们在山谷里 山谷里头呢 有小溪 就是我们背景 然后呢 表达了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的大自然的风景的喜欢 我们喜欢春天里的景色 我们喜欢呢 我们痴迷啊 这景色的清明啊 就是他 但更重要的 人的快乐 人的开心 不在乎你 当然你要吃饭 你不吃饭 我饿死 也不在乎了 大自然 真正的在乎了 是人的关系 明白了吗 一个地方 最美好的地方 不是吃神 也不是玩神 而是这里有美好人的关系 美好的人的关系 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呢 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山里头的故事 大家一起呢 讲一讲 这个大自然里头 你得春光里头 还得吃一下 这些椰果 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栽一个椰果吃 然后椰果 我特别喜欢吃椰果 我现在椰果干不干净 反正我们小时候 也没这么洗 吃了也没事 比如说我跟着 就跟着 大老师 我妈妈小的时候 总是去山上摘树莓 树莓 我们叫做个人 吃莓很好吃 也没有洗 我在我印象当中 从三岁的吃到十五六岁 我们在山上吃桑顺 桑顺 桑顺 我们那边在湖边桑顺来吃 我记得野骨 我外公在山上种阳莓 阳莓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是野生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有赤梅 有板栗 有枣子野枣 还有苦剑 还有那个什么 野生的东西 还有那个茶叶 茶叶上面 茶叶泡 因为我们小时候没零食吃 就吃野骨 还有那个 有一种草 我不知道什么 草之后一个薄 这薄菜还是什么菜 就是肥肥的 那根好肥肥的 甜甜的 把它拔出了 然后用它洗一下就给你吃 很多很多 不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 不在乎你吃了什么 一个人的喜乐 也不在乎真的是看那个自然环境 而是你和你的弟兄姐妹 你和你的朋友和你的亲人 来享受这个关系 关系是最重要的 你看我问大家 中文诗歌 这重要的一句话 放在前面 后面要放在前面 后面要放在前面 后面你看到 这也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 然后讲一个大山的故事 还有春光的蝴蝶 和秋色的蝴蝶 这是他们在享受人际关系 大山的故事 只能有人讲 对不对 春光的蝴蝶 也是有人在说 秋色的蝴蝶是谁买来的 还是谁带过来的 反正都在分享一些 吃 我们也是 我们今天也是 我们为什么喜欢 我们喜欢教会 因为教会里面没什么关系 我们为什么喜欢团气 因为团气 为什么我们喜欢 不喜欢一个人出去玩 一个人出去玩有什么意思 这些我一个人 比如说 各个同学 明天你出去玩 你主手一只鸡 你右手一只鸭 然后你在山上去吃 一个苹果 一个香蕉 然后你在外面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一个人到山上去 到处看 就是觉得很自由自在 那你很特别吧 这是很特别的 嘉老师 我有的时候 我喜欢一个人 安静待着 虽然我喜欢一个人 但是玩 我还是需要小伙伴的 但是还好 我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所以没有小伙伴 也不会太孤单 你这个也要反思一下 是不是嘉丽兵平时太吵了 才闹了 这可能别的也别闹了 然后人与人争 这边是关系的事情 是关系 没有关系了 这是大家看过那个小鬼当家吗 小鬼当家的第一集那个小朋友 他父母到8年去旅游了 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 他开心的要吃 对不对 在跳啊 小鬼当家 你看过小鬼当家电影吗 曼谷 嗯 那后来他还受得了吗 他开始的时候很开心 哇 他在场上跳 然后他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但他玩了玩累了 就是 他就开始想妈妈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9点20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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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小鬼当家电影 这个小鬼当家电影 我和小鬼当家电影 我看她要护mark 孤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船 月落屋提霜满天 将风与火对愁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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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船 小朋友 你会唱歌吗 了解诗词背后的故事 请搜索 《村汇宝宝贝学诗词》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小咪那儿歌 《村汇宝贝学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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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汇宝贝学语词》 晚常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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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风尽亦 横阳延去 五六亿 四面鞭声 连交起 千丈里 长颜落日 故城里 浊酒 一杯 家万里 烟然 为了 归 无尽 江湾 游游 双满地 人不眉 将军白发 征服 泪 江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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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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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诗是散文诗 这首诗是散文诗 他写的雨的水小光过中 写的 有时外面下着雨 心却擒着 又有时外面下着雨 心却下着雨 世界上许多东西在对比中让你品味 心情的时候 雨也是情 心雨的时候 情也是雨 不认不过 不认怎么样的故事 一分上下雨也难忘 雨有一种神奇 它能弥漫成一种情调 形容成一种氛围 捐刻成一种氛围 当然有时也瓢泡成一种灾难 春天的风沙 夏天的入闷 秋天的干燥 都是人们期盼着下雨 一场雨 人是空气清醒许多 街道明亮许多 春雨贵如油 对雨的盼望不独隆人有 有雨的时候既没有太阳 月亮 人们却多不以为软 或许因为有雨的季节 气候不可能 但太阳一边凉发过来也好 有雨的夜晚只有另一方 夜夜所没有韵味 有时不由人想起 以上眼 何当冻结西藏族 动画 拔散 夜雨时的凝聚 我这还有一句话 名句 就这么很短的一首诗 这叫散文诗 这首诗为什么推荐给大家 主要是方便大家扩展一下自己的想象 扩展一下生活的体会 刚才是一首诗 在山谷里的旅行 这个是在家里面写的 在居家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夏宇 对于我们这些字大家写一下 不认得字你操写一下 汉语听 你看看 你写一下 这些字 好词好聚 你操写一下 清润 弥漫 卷客 这些好吃好聚 入梦 大家吵醒一下 入梦 奇葩 好 这些都是好吃好聚 老师看着有点模糊 对 稍等一会 我把它字放大一点 我字放大一点 刚才我把它放大一点 再看清楚了吗 把这些好吃好聚 抄写 抄写在你的笔记本上面 好聚 抄写一遍啊 老师 那个韵味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准确的定义 韵味就是一种特别的味道 就是那个音乐一般的味道 有节奏的味道 特别的味道 当然说美好的味道 特别的味道 美好的味道 是个韵味 谢谢大家 写完了 都写完了吗 都写完了吗 我等你们 那抄袭我干什么 看不到你啊 没有 我就等一下 因为人在网上 网上的效果不如来到生活在那里消 有人就看不到打架 我还等一分钟 看起来同学 你可能是写得比较快 那其他同学我等一下 写完了 你说完了 那学生 裴气很好 这里来我给大家解释 心却擒着 这个擒的是比喻的 就心情很好 就是擒天 心情呢 很糟糕 就是雨天 这比喻啊 外面下着雨 我心情也很好 晴天 外面是晴天 但是我心里才很难受 就心里下着雨 这是个比喻啊 这个比喻啊 弥漫是什么意思 弥漫就是称卖的意思 进入呢 就是浸泡 浸泡在里面 就是深泡的意思 浸泡呢 浸泡就是深深的磕 深深的雕刻 浸泡 浸泡 浸泡就是郁闷啊 这个梦闷的意思 期盼 期望等待的意思 期盼就是期望等待的意思 因为来是特别的味道 美好的 大家这些字和词啊 我们也是反字典 你书读多了 你自然就知道 越读越多啊 我们在中学 我以前啊 在中小学 我在念书的时候 回语文老师 老师要问 要背生字生词啊 同学们 今天你学了几个生字生词啊 我学了五个生词 或者六个生字啊 要背下来要 今天明天来造句啊 造句啊 做此 各位同学 你不要干这件事情 那你要干什么事情 大量的阅读 读好书 老师呢 推进了一些书给你 你书读的越多啊 这些字和词的自然就知道意思 你学教过你学中文吗 你平时讲话谁教你的 没什么教你学习语文的 而语言就是这样子的 你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头 你受它的影响 你自然就掌握了一种 中文是这样的 英语是这样的 不过我们王王人确实英语的环境 那你把中文学好 我们不理 好 这首诗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首诗在孤独的时候写 孤独的时候看 它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人一致永远的孤独 也没有人一天到晚和别人在一起 都让人感到厌烦 是吗 就像吃肉 你有些人吃牛肉 好不好吃 有些人喜欢吃牛排 有些人喜欢吃牛腩 有些人喜欢吃牛腩 都没有关系 都很好 但是叫你趁早晨吃牛骨头 中午吃牛肉 晚上喝牛肉汤 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吃牛肉 你受得了 你吃得了吗 你吃得消吗 你耐得住吗 肯定不行 你的荒荒花样 对不对 哪怕吃的青菜都可以 你说我吃的萝卜 我吃的水饺也可以 生活也是你不能够永远的天天和大家一起玩 很厌倦 你很想一个人来透透气 一个人来到某个地方去坐一下 在公园里去坐一下 我儿子 他们之前上一个礼拜 他们跟他弟弟就睡在那个屋子里头 睡在那个客厅里头 家里的屋子太小了 那么这两天我们搬家了 他有自己的房间 哎呀很开心 为什么 人啊 太吵了 受不了 他有渴望呢 一个人安静一下 一个人呢 一个人跟自己相处一下 一个人怎么样呢 一个人看自己的书 有自己的房间 有自己的屋子 别人别干扰我 我也不干扰你们 你一个干扰我 让我来静一静 这篇文章就形成 雨跟水一想 就这种案子 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屋子外面下着雨 那我怎么办呢 我在想 这雨给我带来什么想法呢 第一句话 有时外面下着雨 我心去请着 外面下着雨 但是我心情很好 又有时呢 外面请着 我心里呢 下着雨 心里很糟糕 很难受 可能跟哪个人吵了一架啊 或者说呢 手机被丢了 或者那汽车呢 本来就撞了一个空啊 总之心情呢 不好 外面心情下着雨 世界上有许个东西在对比着你让你疲惫 什么对比啊 人多的时候 和你孤独的时候 产生一个对比 心情好和心情差的时候 下雨和不下雨 你就心情的时候 雨也是情 只要你心情好 外面下着雨有什么关系的 对不对 你心情不好 外面不下雨了 你也很糟糕 对 雨也是情 心雨的时候 心雨 心里能够下雨呢 不能了 你的心能够下雨 你心情不好 外面有阳光灿烂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口袋里面有钱 我生活在深圳有什么 对不对 我出门我有花钱 出门这里是花钱 所以呢 你每一个人的生命光景还是不一样的 这就讲了下雨的心情嘛 不过无论怎么样的故事 一份上下雨也难忘了 下雨呢 好像个春花季一样的 雨是一种神奇的 雨里头有一种神奇 这什么样的神奇呢 下雨 来上山 雨呢 迷茫成一种情调 这下雨本来你心情好会更好 心情糟糕呢 会更糟糕 你很喜乐呢 变得更喜乐 你很悲伤呢 变得更悲伤 你很烦躁呢 下雨呢 也变得很烦躁 我给大家讲的故事 大概在20年以前 我在东广一个台资企业里头做工作上班 然后呢 我们在办公室里头 那我说心情还不错啊 我下雨上 大概我边上有个女的长得很瘦啊 你感觉到没有什么肉 却是皮袍骨样的啊 一下雨她在这骂 又烦死 又下雨了 下雨多好啊 她讲 你为什么呢 她心情很糟糕 生活压力很大 她就讨厌下雨 然后我没死了 就是说 轻软成一种氛围 这种什么氛围呢 好心情就是好氛围 坏心情就翻了氛围 那镌刻成一种记忆 我们生活中很多美好的记忆 或者是很糟糕的记忆什么的 都是跟下雨的关系 我小时候 我的下雨的记忆就是什么 我家的屋子就在漏雨 当然就这几十年来不漏雨 我小的时候 那个十岁左右的时候 十岁以前 十二三岁之前 我们那个屋子都是漏雨的 漏雨的 经常漏雨 一下雨天啊 外面下大雨 家里下小雨 很糟糕 这是一种记忆啊 然后 我们第二个记忆呢 我下雨的时候 我们放学 有的时候啊 没有带伞 没有带伞的时候 我们那个是走路 经常会压着 落成一个落堂机啊 哎呀 带了伞的同学就很骄傲 就很牛 挺牛的 哎 那么我跟你关系好好 你跟我一起打伞 那关系不好的人呢 就没有办法跟他打伞 那有伞的人就很骄傲 好像不然有把伞的那样子啊 那又没带伞的人呢 就很后悔 哎 今天出门 妈妈叫我带伞的人就带伞 哎 那下雨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什么音乐听啊 我们就躺在桌子上面 刚才我们念食物啊 然后在床板上面 木板上面 听那个雨水啊 打到那个屋顶上的声音啊 我觉得很好听 很好听 当然了 有时呢 也漂泊成一种灾难 叫我生活叫湖南 每年几乎都有水灾啊 每一年几乎都有水 比如说我过来旁边有什么原浆啊 什么院子倒楼啊 什么南县啊 我们当地的南县院子倒楼啊 什么枝脚水倒楼啊 有时候下雨 我爸就跑回去去挖田 那雨水太多了怎么样呢 后来把那个倒鼓呢 会浸泡在水就引到别人去吧 有时候老百姓会吵架 其实雨下多了 有时候产生灾难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你通过这些文章呢 你会增长一件事 春天的风沙 夏天的乳梦 春天的风沙是北方了 南方有风了 没看到那个沙 现在北京的风沙比较重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现在北京还有风沙吗 现在北京还有风沙吗 没有了吧 我不是说什么 你们北京的同学知道吗 我方便回答了 夏天的入门 夏天的很闷 南方的就入门 秋天的干燥 南方不干燥 我们很少有干燥的日子 都是人在期盼着下雨 一场雨呢是空气清醒水 空气清醒嘛 雨水高 水能解尽万物啊 街道明亮许多 春雨贵如油啊 对雨的可怕呢 不都农人在也说 不是光是农民才希望呢 春雨贵如油啊 有雨的时候呢 既没有太阳也月亮 很多人却不以为来 对是啊 没关系啊 月亮呢 太阳呢只是被雨遮住了而已 或许是因为呢 有雨的季节气候不太冷 太阳呢一边凉快了也好 这生活的体会是这样的 有雨的季节不冷啊 也不热啊 就像我们这里按道理说 气温今天是 我看今天的气温是24度啊 不是你们而已 我们当地的气温今天是24度 22度现在是22度 你觉得震上是22度 很凉快啊 我看穿短袖 也不是很热 很好的天气啊 有雨的夜晚呢 是一方别一方 因为我昨天晚上我们下暴雨 跟那个轰炸机样的 因为我们住的是13楼嘛 13楼 楼下那个台风啊 我打了这么大 要轰炸 那轰炸机样子 我感觉是脏样子 然后我们小孩没有遇到个 我们那老五吓得哭了 他妈妈就陪着他睡觉 但是我没遇到过啊 别的地方我也没遇到过 因为以前 以前我没住过这么高的楼层嘛 一般我们觉得是住的是3楼 或者说5楼 这最高也没有超过7楼 没住过这么高的楼层 所以在住的13楼的时候 感觉到那个打的 不要就在那楼 超过边打的一样 你听说过有人来打 在你们家窗户边上吗 下雨的时候 雨啊 你这个窗户不关了 还有水晶 给你倒过倒关进来 好像人在敲打敲窗户上的 喂喂喂 麻烦你啊 请开门了 那是敲门的声音一样 老师你们住几楼呀 13楼 13楼 很高啊 当然有了还住28楼就 那这里还住28楼 那什么感觉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感觉 感觉在打仗一样 这下雨的夜晚 每个地方都有韵味的 特别味道 我是蛮喜欢的 我还蛮喜欢的 反正我知道屋子不会倒 也不会垮 这里五栋楼它连在一起 有事不明让人想起啊 何当共见西藏 图共化 把闪业与时的密集 这是什么呢 就会想起一些人和事啊 下雨的夜晚 像我这个年龄呢 我就有的时候 我想我的爸爸和妈妈 他们都不在人世界里 我妻子我不影响到 他就在我身边 我儿子女儿也在我身边 我不影响他 我就想起父母啊 为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 年少的时候我们家里漏了 在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家的屋子还是漏雨的 后来我赚了一点钱嘛 我在广东打工 赚了一些钱 然后我弟弟就修了个房子啊 不漏雨的 我妈妈的梦想呢 有一天住上了不漏雨的房子啊 那我也满足了他这个愿望 一直到有的时候啊 一个农民啊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理想 住个不漏雨的房子啊 每天能吃饱饭 身体健康 孩子呢 不闹心又出息 他就满足了 下雨的夜晚啊 每个人就会有很多想法 有些想法呢 他父母他不会告诉你的 但是普遍性这个事情 我们仍然以想念远方的人 想念谁呢 我昨天晚上就梦了 梦了梦见我小时候的同学 同学当时不再理我了 现在我也没什么出息 喜欢写文章 对他们也没什么帮助 也多带队的书 我昨天帮家帮了一帮书 帮了一百书 对别人也没什么帮助啊 就是个穷书生 同学关系呢 就渐渐的没有了 当然呢 男女还是会想对方 会思念对方 思念自己的 特别是自己的亲人 何当共解西藏族 去花巴山 也有诗啊 就前面我们讲的声 这王国生呢 就是诗的内容呢 这个诗跟前面的不一样啊 一个呢 他写的是孤独的诗 那个呢 是大家一起玩耍的诗 这个呢 前面呢 想到外面的分景 关系一些 里面 今天呢 我刚才呢 下午学的日 第二节课 学的雨的水小呢 它描写了更多的人的心情 在下雨的意外 一个人会想到什么事情 有时候心情好 有时候心情不好 下雨呢 难道你的心情变得更好 或者变得更坏 下雨的时候呢 月亮不接了 太阳不接了 人并不在乎 但是有下雨的意外 有更多的生活的味道 最重要的一句话 是最后一句话 何当会让你想起 远方的亲友 不在身边的朋友 会想念他们 人是这样的 动物不会啊 你说动物吃饱了 你睡觉 它不会思念远方的一只猴子吧 老虎也不会思念远方的老虎吧 燕子也不会思念远方的老虎 但我们人有感情 我们会思念对方 会想念另外一个人 我会想起我的第一个妹妹 她们在远方 在湖南 我想起我约夫约摸她们 我应该跟她们尽保分和责任啊 这是我们 我们是人嘛 就是这些人的啊 欲有阴晴缘缺 人有悲煌离合吧 此事固安全 好 我们这首诗呢 它呢 随着散文或者是散文诗啊 还描述人啊 在这个与天的心情变化 人对下雨的一种感受 有很多的排比 印了很多的排比句吧 有很多的这样的对比和排比句 印的比较多啊 对比句你看看啊 外面下周雨行 有时外面下周雨行去情者 又有时外面情者 行去下周 正在对比啊 世界上心情的时候 雨也是情 心雨的时候情也是在对比啊 然后呢也有很多排比句啊 它能弥漫成一种情调 形容成一种复为 捐合成一种记忆 这是排比啊 这是排比啊 演艳一些民间的艳雨 充武贵于国有啊 对不对 这些雨的宝贵 然后演艳武士啊 国党贡献先生 就是一种千古的情怀 为什么这些唐诗这么流传这么久啊 就是他表达了人一种不信啊 这个人 不管你信耶稣 还是不信耶稣 不管是你是古人还是金人 不管你是老外 还是本国民 都会有一种对亲人的思念 你很在意 你在意谁 那不一定了 你可能在意的是妈妈 在意的是奶奶 在意的是外公 你的外婆 在意的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但是我们都会了思念对方 如果他离开了我们 我们甚至会哭啊 会流泪 是因为怎么样呢 我们很在意对方 我们是有感情的啊 不是冷血都没天吃饱了 就行了啊 不是的啊 好 这是他的优点啊 那我们也可以学习 他这种写作的方式啊 那么他的不足的地方 就是老是个孤独的人 你会读这边四个人 那边的人特别的孤独 没有上帝 很孤独 要么就找人朋友玩 要么就是孤独 人在两种状态 要么就是孤独 要么呢 找人玩 找人相处 但我们基督徒不得 我们会跟神有交通 他跟神之间没有交通 你看嘛 他的神是作为懵懂我之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在乎神上的存在 这是生命呢 是一种悲哀的生命 一种悲哀的生命 因为人 你像他王国生活五十九岁 你回百零九岁又怎么样 你还是会死 那死的话往哪里去呢 我生活面对过 为什么有些欲啊 太在乎自己 太在乎自己了 以自我为中心 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 他是不会抑郁的 因为他生命以基督为真心 今天这种真正消费吧 跟上一世之间没有交通 我们昨天的家庭敬拜 我特别给我的老婆孩子 讲的与神交通 祷告 你要学习祷告 学习在孤独的环境祷告 如何面对生活的艰难 如何面对生活的艰难 你会遇到很多些难处吧 学习的难处 你同样相处的难处 很多很多的 你要与神交通 在神那里呢 就四篇四十三篇是讲的 你的亮光和你的真实 引导我这天走到你的身上 你要在神的话语 看到亮光 你在生活的祷告当中 看到上帝真实的一只手 无形的手 圣灵就是上帝的手 在引导你做什么 或者说不做什么 你永远 在基督里有种满足感 有种喜悦感 有种喜悦感 常常喜乐 有平安 否则咱们的心情呢 也会像汪国中一样 有是情 有是夏 夏 花有 看见花呢 我们就给它花开呢 我们就喜乐 喜乐 花落呢 就三个 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恍惚 太热了呢 我们受不了 我们喜欢下雨 雨太大了呢 我们吃不消 等等 你在生活中这么折腾啊 很折腾 倒来倒去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与神没有关系 与神没有正确的一个关系 与神没有生命的交通 同学们知道吗 这有就是我读这些文章 来作家的作品的时候 因为我喜欢他们的文笔啊 因为我自以为来 我写不出他们这么好的文章来 但是我也很同情他们 同情他们 同情他什么呢 不认识谁 生活在一个自我的世界 当汪国珍先生离世的时候 按照常规啊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听耶稣基督福音 肯定是下地狱的 他留下这么好的文章 对他自己来说 对别人来说 别人可以读一下 我们开心一下 对他自己来说 有什么意义加指 使得了老虎 不如呢 一条活着的狗 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这些文章怎么样呢 流传也好 不流传也好 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历史上面有个伟大的作家 叫曹雪奇 我一直说非常同情他 他用十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 《红楼梦》 没写王 家里面呢 没饭吃 全家人喝粥 他小儿子还饿死 他自己死的时候 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然后他的朋友要凑点钱 把他埋葬了北京的分台 现在很多人靠曹雪芹吃饭 出版他的书 研究《红楼梦》 研究《红学》 《红学》 《红学会》 但是曹雪芹本人来说什么 依然是一个悲剧 他孤苦凌敌的一辈子 写了一本书 是当然对中国文化有很多的贡献 但是对他本人来说 是凄凉的 不值得的 所以一个人 不管你是平凡的人 像我一样的 或者像王国忠一样的 像曹雪芹一样的 你最重要的是 跟神也有种关系 有种直接的生命交通的关系 你不会陷入一下子天晴 一下子下雨 这是人世界的颠簸 就没有平安 这些文章就没有平安 虽然显得很美 没有平安 但知道什么叫平安 什么叫平安 各位同学 什么叫平安你知道吗 大家同学说这平安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是不是 就是每天没死 就是因为 倚靠上帝 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心里感到踏实和安稳 嗯 这是其中的一之一 真的很好 你原来觉得很好 这是其中的特色 平安这个词 今天我们中国人另外 平安广告 平安公司 平安保险 就是生活上你出门没有吹火 你吃饭不会噎走 你的孩子读书不会操心 不用操心他自己读学 你的父母很健康 不要你受医院 我们认为这就是平安 但这不这个呢 这是平安的现象 你信靠上帝也是平安 当然也是平安的一种 但是希腊语平安的意思 你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行 你的上帝的信靠有一种内在的满足 你信耶稣没有满足感 还是百姓 是吧 你的上帝供应你的一切 你家的收入 孩子的多少 有点平安 比如上帝把我帮成中国人 我就很平安 我不一定要成为美国人 而我当时我不是反对 谁移民到美国 没这个意思 没什么反对 我的上帝供应我的一些处境 我感到很满足 我生活当中还有需要 孩子需要学费 我明天还需要你钱量 但是我相信上帝会供应你 这是你的一种满足感 就像刚才你约爱讲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定了十字架 他会讲忘我 白白都吃点 我的生活一定是够用的 你别担心 这十几年二十年都这么过来 然后呢 孩子不平安是什么意思 里面有骄傲 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 我自己想掌握命运 我觉得中国的存在很不好 我要移民到美国 那移民到美国怎么办呢 移民不了 结果啊 就在美国去偷渡美国 我去走线 去走线 美国人不只让中国人打工 我们就做非法劳工 去怎么呢 到美国去折腾 这就是没有平安 没法抱怨美国的教会 没有安心 因为我们移民到美国去了嘛 美国教会没有接待我们 没有热心地狂待我们 我们就来就抱怨人 这都没有平安 然后我跟人家比啊 你看那张帝兄他们家啊 买了房子 150平方米的 然后买了车子 我们家一样的信耶稣 我老公跟他是同学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我们家呢 他住得要是70个平方啊 然后有油脊 家里呢一张桌子 还想再摆一张桌子 来就费力了 都是没有平安 是什么 真的没有 因为他在上帝的恩典 感到不满足 就像旷野里头的以色列人 一下子说摩西 把大家带错了地方 我宁愿死在埃及 好不够渴死在旷野 没水喝 每天都吃些麻辣 没有肉吃啊 然后呢 又嫉妒摩西 怎么娶个那样的老婆啊 原来老婆过世了以后 我还娶了一个什么 埃塞俄比亚的那个 四班女人 四班女人 黑女人 然后呢 然后呢 又嫉妒这个摩西 上帝来他只跟你一个人讲话 就很多的是非啊 就去抨击摩西 抨击亚龙啊 你们是装衡 神的名都是圣纪的嘛 然后这你们是圣纪的嘛 这种牢骚抱怨 论断等等 就显明人呢 不平安 心情不好 还有的呢 我今天呢 赚了一些钱 老板给我发了工资 我就很开心 这也是没有平安 老板发了工资给你 也是神的恩典 人家感谢上帝 神的神说 你们的钱财 你赚了钱 不要放在心上 发财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贫穷呢 你也不要着急 这叫平安 对不对 弟兄升高 与他一同喜乐 弟兄降飞 与他一同喜爱 这就叫做平安 不是 但是生活中的得失 不是 我们也会调游王国珍先生的这种关键 里面 一下子天晴 一下子下雨 就是帮助我们 心情的喜乐 平安 不是装的 有些人生活的素养很高 他以前当晚跟谁都讲话的 都是像明尼德 这种人不一定要平 他装的 平安是这种生活的谈 是这种安静的状态 是这种安静的状态 一个有平安 理力有平安的人 他到社会的罪悟 他一能导致善你 这社会周围 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办法 他一能过诚实的生活 别人多么诡诈 我一能过诚实的生活 别人很败 我能够忍耐 家里面老婆孩子不如人意 丈夫不如意 但是我能够忍耐 为什么能够忍耐 忍自头上一把刀 因为他理力有平安 就像那船上 你跳的船会有船吗 大家坐过船没有 大家坐过船吗 你说我在船上猛跳 那船会倒吗 会倒不会倒 为什么不会倒 为什么不会倒 你说猛跳啊 我都猛跳啊 你猛跳 在船上猛跳 船会翻吗 不过太小的船就会翻 对 太小的船 那种小木船会翻 我们在基督里的平衡 基督是我们的盘石 这个盘石有多大 拳刀一大的盘石 是几百斤 还是几千斤 还是几万斤盘石 你说基督的盘石有多重 盘石是跟地球连着的 所以别人怎么作恶 别人怎么诡诈 别人怎么脏谎 我们里面呢 他依然是平安的 什么是平安 就是保持善良 诚实 忍耐的心 甚至叫豪土 是圣灵所记得果子 豪土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面有一个作业 这些诗 有个多言之美给大家讲 大家想要朗诵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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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背搜 建议你爸爸妈妈 能背搜最好 然后呢 操写 然后那个成字 一个叫成马 也叫盛开 鲜花盛开 还有一个三节水 一个请 还有一个健 我们呢 可以写诗 写诗的时候 你可以写下雨时候悲伤的心情 你可以写下雨时候开心的心情 你可以模仿其身的另外一首 任何一首都可以 两首诗你可选择一首 你写一篇对你对雨的感想 好不好 好不好 你可以写一篇你对雨的感想 这两首诗能背久背 能读 尽量读 读 好不好 我讲的意思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作业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的 我们就解释到了 我们在天上的附层就看过我们 有成你那里来的平安 下雨也好 天气也好 但是我们人 世界虽然有悲欢离合 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 不管世界人际关系 有人诡诈 有人的邪恶 有人的沉冬 但是我们里面有善良 有忍耐 有诚实 愿主带领和帮助我 看过我们 打个份我主耶稣记得名曲